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生肖杨属洋人在今年,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,接连损失了不少的钱财,还好暂时运势稍有回升。 只要挺过今年,明年属洋人,将迎来最富裕的一年,横财大发,钱财大赚,今年赔的钱明年十倍拿回来,再穷也能发大财,生肖马属马人前段时间,受到了破太岁的影响,运势下滑,财运不佳,损失了大笔钱财,就连心情也变得很差,但一切都来得及。 待到明年,属马人财运大好,整个一年都有大钱赚,再穷也能做富豪,生肖狗属狗人,今年没办法财运受阻,生意被困,不但没赚到钱,而且还有损失,赔了钱但不要灰心,明年生肖属狗人有红运来袭,财运大好,今年赔的钱,明年十倍赚, 再难也能渡过难关,富贵圆满,生肖属鼠的人,今年发展不太平顺,事业波折不断,工作上遭小人算计,无故背了黑锅,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在明年到来之前,最好是低调行事,不要落人口舌,待明年到来,将会万物复苏,届时好运气挡都挡不住,事业和财运都将势不可挡,生肖兔数兔的人天资聪明,兢兢业业, 做事谨慎而且大气,对知足常乐,他们顾家爱家,对家人十分大方,愿意牺牲奉献,今年工作特别忙碌,却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, 虽然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工作,但是功劳却被别人霸占,有苦说不出,简直是痛苦不堪,进入明年后,会有贵人出现,能够明辨是非,在贵人的提携下,一路加关进绝,一步步走向辉煌,生肖龙的人,创新能力是很强的,他们头脑灵光,而且敢于尝试, 所以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,这样的人在才华方面,是毋庸置疑的,只要愿意付出努力,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,拥有大富大贵的生活,而这样的愿望,在未来的十年里,有机会变为现实,无论官场还是职场,都有不小的收获,未来十年,红运当头, 富贵在,守孝开言的生肖兔的人,组织多谋,才华横溢,他们性格随和,身边的朋友,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,所以能够结识贵人大吉大利, 在未来的十年里,属兔人在职业上,会有进一步的提升,除了贵人相助,还有六亲扶持,吉祥如意,注定钱财滚滚进家门,结束贫穷的生活, 尽享荣华富贵,吉祥如意,未来,十,年,红运当头,富贵在,守孝开言的生肖蛇们,一生一帆风顺,在自己的日子中越来越舒服,在自己的财运方面,横财滚滚来,而且他们善于跟别人打交道,财运会跟住一涨再涨, 加上他们勤奋好学,为人正直,只要肯安下心来努力,会红运当头,在未来,十,年,富贵有马上迎来富豪的生活, 未来,十,年,红运当头,富贵在守孝开言的生肖虎们,不会弄虚作假,虽然生活压力一直很大,不过在八月后好运突出, 就能迎来运势回生,加上属虎人本身很有实力,会有红运当头降临,人生能迎来新的幸福,在未来越活越滋润,越过越自在,未来,十,年富贵有,不缺钱花,当我们降生在,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,不同的人就被命运,赋予了不同的命数,有些人一生富贵无忧, 幸福和美,发展顺遂,下面说到的,三,大生肖,就有如此好运,明年好运当头,注定多财多福,生肖舌年出生的人,聪明伶俐,胆识过人,才华横溢,无论在什么行业当中, 他们都会处理好人际关系,一生深得朋友信任,人缘极佳,明年好运当头,工作当中得心应手,出色的表现,得到领导的青睐,只要不断地奋斗努力,注定多财多福,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,没有任何的烦恼, 生肖兔,兔年出生的人为人豁达,重情重义,脚踏实地,他们聚财能力一流,志向高远,根本不会为了小的利益,而斤斤计较,而是想办法赚大钱,得到吉星的庇佑,明年好运当头,多财又多福, 特别是财运方面,一路飙升,发展顺风顺水,经过他们的努力,就可以脱贫致富,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,生肖今年出生的人,为人敏锐,才智双全,有助敢想敢做的精神,他们不管从事何种行业,都有助积极向上的精神,会努力将事情做好, 吉星天将入助财博工,明年好运当头,多财又多福,只要愿意踏踏实实地工作,外加好的运势,注定钱财无忧,还能拥有升职加薪的机会,惹人羡慕,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,这是天生的,在人脉圈当中,我们不难发现心地善良,为人随和的朋友,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,都尽心尽力,但是却容易被小人盯上,出现吃亏的现象,就如同吓扁这几个生肖的人, 他们虽然被小人算计,但是此生福报连连,宏福旺盛,注定万事大吉,平安顺遂, 一起来看看,生肖蛇年出生的人,注重自己的想法,在做一件事之前,他们会想好怎么去处理,该不该做,只要影响了别人的利益,或者触犯了原则底线, 他们绝对不会去做,立场坚定,虽然有时候他们这样的性格,容易被别人欺骗,导致钱财的流失,但是极佳的人缘, 注定促进事业的发展,一生财博不缺,幸福美满,生肖兔,兔年出生的人心地善良,性格活泼开朗, 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乐于助人,看到身边的人陷入困境,他们必定付出所有的努力,去帮助解决难题, 看到了不公平的事,他们也会主动指出来,坦诚的性格容易得罪别人, 经常被小人算计,不过鼠兔人一生福报连连,注定逢凶化吉,福禄双全,生肖几年出生的人, 虽然给人一种,算计别人的感觉,头脑精明,但是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, 就知道他们内心和顺,平易近人,只要朋友有棘手的是, 他们会在自己,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。 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,不过有些小人会利用,他们善良的内心, 实属击人受到伤害,好在有上天的庇佑, 当然平平安安,享福无穷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小心被算计。 最虚伪的三大生肖。 人前人后两幅面孔。 做事不留情不可深交。 当今社会,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, 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 都说对他人要小心。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善良。 看起来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。 但内心却可能会暗算别人。 想办法利用别人,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幸运的是, 这样的人不多, 但有十二生肖的代表。 他们所做的事常常令人恐惧。 他们在别人眼中有两副面孔。 他们的所作所为毫不留情。 如果你遇到他们, 一定要多加留意。 生肖狗。 十二生肖中, 狗年出生的人, 有时很无忧无虑, 虽然非常慷慨, 大多数时候愿意帮助别人。 但如果涉及到自己的利益,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, 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损失。 狗即使放弃与棚之间的深厚友谊, 也要达到目的。 因此, 在与狗年出生的人交朋友时,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也许某个时候会有人后来居上, 这样你就很难防住他了。 生肖蛇。 在生活中, 如果一个人心狠手辣, 行事无情, 常被称为蛇人。 大多数蛇年出生的人, 都非常聪明。 理智, 做事有分寸。 然而, 他们也喜欢算计他人, 以确保自己的最大利益。 所以, 很多事都是蛇年出生的人, 暗中耍得把戏, 其他人却浑然不绝。 蛇年出生的人常常为达到, 自己的目的而变得残忍, 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。 生肖牛。 在很多人看来, 牛年出生的人是诚实, 正值的代名词。 他们在工作中忠于他人, 也忠于土地。 然而, 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牛年出生的人善于伪装自己, 成为自己最好的盾牌。 有时候, 在利益的驱使下, 本命年出生的人会异于常人。 利用自己给别人, 留下的好印象, 来降低别人的疑心,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也许他们会做点损人利己的事。 岂居心险恶, 让人害怕。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? 如果有, 一定要留心哦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